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火星壮地球 近几年许多的新能源车型是走进了千家万户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 随着我们消费者 它的消费理念越来越理性 他们不会动辄花十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银子 去买一辆新能源的轿车 毕竟新能源车型对很多家庭来说 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 所以我们更多消费者 就是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A零级的细分市场 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 长安新能源推出了它旗下首款A零级的新能源车型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长安奔奔E-Star 相当于很多新能源车型前辆设计化的这种犀利感 我觉得长安新能源奔奔E-Star它的前辆设计 感觉非常简约和温婉 前辆设计方面 设计师解读它为这种一体式的逐浪设计 中网是采用这种封闭式的设计形式 而且它最重要的也是采用这种仿生学的设计 仿生学总得有个仿的对象 那它仿的对象就是我们海洋中非常帅气的大虎沙 这种逐浪设计体现了它这种海洋水流动的这种波纹感 那奔奔E-Star它的前车灯组也是颇有玄机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车灯组的设计 其实是基于我们虎沙大圆眼的设计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像 而且前车灯组是配备了80个LED光点 那点亮起来那肯定是相当的炫目了 仿佩E-Star它的这个慢充和快充的充电口呢 分别位于车头还有车的右后方 那车头这个位置呢是它的快充 快充呢是在30分钟之内就可以充到80%的电 那慢充呢是要经过11.5小时 能把整车的电量都可以充满了 仿佩E-Star它的车身长度呢是达到了3770毫米 轴距呢更是达到了2410毫米 这个尺寸呢在同级别中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好的表现了 我们可以看到车身侧面呢它是采取这种双腰线的设计 这种上扬式的腰线呢让整个车身有一种俯冲的态势 15寸的轮圈呢设计成这种双色形式的呈现 而且呢它这个造型呢很像是那种高峰的设计 本贝E-Star它的尾部设计呢依旧延续了它前脸这个圆润之风 而且呢它这个车尾灯做的也非常有特点 可以看到尾灯呢是做成了这种叶片式的呈现 让整个车尾部呢更添了这种非常可爱的元素 我想很多网友肯定非常关注它的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如何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作为它A0级的小车呢 我觉得奔奔这个后备箱呢在第二排竖直情况下呢还是够用的 而且呢它这个第二排座椅呢也是支持四流放倒 放倒以后呢它这个后备箱的容积足足可以扩充到530升 最近奔奔E-Star内饰里边啊 我觉得真的自己眼前一亮 把内饰它的这个重点词总结呢就是活力有动感 增加这个荧光绿的色带 还有这个白色的面板 让整个车内呢一下就充满了这种非常年轻的元素 这个10.25英寸的双联屏放到奔奔E-Star这个小车内 真的很出乎我意料哈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这种10万以上级别的车 也不一定能给你配到这个10.25英寸的双联屏 面前的这个液晶仪表呢显示是非常的清晰 而且呢它这个相关车辆的信息呢都在里面给我们呈现了 非常便于我们驾驶者对这个车辆信息进行及时的抓取 而这个中风大屏呢它的这个显示效果也没得说 非常的清晰细腻 而且操作起来啊特别的顺畅 一点也没有卡顿 它里面呢集成了我们相关的非常实用的这些功能 像这种电话蓝牙导航这些实用功能以外呢 我觉得它这个车机互动功能呢也是做的非常的贴心 我坐进车内呢只需呼唤你好小安 我在 你看它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回答我了 好它现在是在识别我说的话 我觉得这真是个好问题呢 毕竟我也不会 你好小安 嗨 关闭空调 空调已关闭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跟小安沟通了半天 嗯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有求必应 非常的贴心 中控的这一部分呢 我觉得它做的也非常的新颖 就是它采取这种按键的形式 这种设计体现呢 呃更增加了我们车内的这种刚起感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个小bug就是 它的这个按键呢 是有声音的反馈 但是呢并没有一个震动的反馈 所以呢 可能在我开车过程中操作的时候 呃没有这个震动反馈呢 我感觉到心里有点没底儿 呃 那下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挡杆这个位置是采取了这个 悬浮式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悬浮式的设计呢 还是非常新颖的 而且下方呢 也跟我们配备了这个USB的充电口 它这个挡杆呢 是采用这种旋钮式的设计 后方呢 中央扶手有一个非常小巧的 这么一个储箱哈 虽然呢 看似它的面积不大 但是它的深度还是很深的 我给大家试测一下 看 可以到手肘的这个位置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放一些零碎的物品 嗯 还是挺实用的 我面前这个三幅平米方向盘呢 尺寸还是不大不小 而且握上去以后 手感还是不错的 它上面呢 做了这种防滑式的处理 呃 操作起来的 没有打滑现象的出现 三幅平米方向盘 它的左右 这个功能键的区域呢 设置非常的清晰 便于呢 我们在这个驾驶过程中呢 进行盲操作 跟Vista这个座椅呢 我觉得当初设计的时候 可能考虑 要给大家更多的舒适感 所以呢 它这个座椅呢 厚度 我觉得做的还是蛮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厚度呢 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这种舒适感 反而感觉呢 这个后背向前顶的力比较大 我现在座椅呢 是调到了最低的位置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头部空间 全 哇 足足有两全的这么一个距离 那它的后排空间到底如何呢 我们赶紧一起去实测一下吧 那刚才我们介绍了 Vista呢 它的这个车身尺寸呢 长度是3770毫米 但是它的轴距竟然有2410毫米 这个出色表现呢 让坐在后排的我现在呢 也感觉这个空间呢 是一点也不局促 那给大家实测一下 以我一米千二的身高 现在坐在第二排 前边呢 是调到了一个适合我的这个驾驶位置 看一下我们的腿部空间 两全 两全 还有接近两全的这么一个距离 我觉得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那头部空间表现如何呢 有接近一全零两只的这么一个距离 嗯 也还是可以的 后排没有独立的这个空调出风口 下方呢 倒是给我们设置了一个非常贴心的储格 但是呢 也没有USB的这个充电口 Vista呢 是采用这个三合一的集成电区 它的最大功率呢 可以达到55千瓦 最大扭矩呢 可以达到170牛米 传动方面呢 是匹配了单速的变速箱 它搭载呢是一块三元锂电池 这个锂电池呢可以达到32.2千瓦时 呃 0到50公里的加速啊 仅为4.7秒 我觉得这个表现还是挺猛的 作为这个A0系的小车来说呢 它的加速表现也是不在话下 我们在起步的时候 只要深踩下电门 嗯 我可以负责的说 可以秒杀一切燃油车 首先呢 它这个转向呢 是给我非常轻盈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女生可以完全hold住它 呃 转弯半径呢 也是非常小 所以这台小车 对我们女生来说 简直是我们最大的福音 呃 那在悬架方面呢 呃 奔奔E-STAR 是采用前迈福迅独立悬架 和后扭力量 非独立悬架 呃 那这个组合呢 放在这么一个小车中呢 是完全够用的 在我们城市道路路面行驶呢 它会非常积极的 过滤我们这种细碎的电波 所以呢 我们车内的这个舒适度 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方面呢 奔奔E-STAR 表现的还是挺让我满意的 在时速低于80公里每小时 这个状态下行驶呢 车内还是比较安静的 但是呢 我发现在这个高速路行驶的状态中呢 它的车内噪音会稍微大一些 但是呢 这个程度还是可以忍受的 那这几天呢 我体验了奔奔E-STAR的这款 A0级的新能源车型 嗯 我觉得对它还是蛮喜爱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它虽然尺寸小小 但是呢 空间还是非常够用的 第二就是它这个非常灵活的这种操控感 我觉得深得我们女生喜欢 对我们女司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在续航方面呢 它的NEDC巡航呢 是可以达到301公里 那基于我这几年开新能源车的经验呢 我觉得恰头去为 怎么着它也能跑个250公里 所以呢 我觉得日常通勤来说 一周充一次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 长安新能源响应这个国家政策号召 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 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优惠政策 是什么政策呢 就是在这个原售价的基础上 给了我们消费者1万块钱的福利补贴 哇 这个简直是非常好的 利好消息啊 所以优惠完呢 奔奔eStar它的现在的市场售价呢 就是5.98万到6.48万元 这个价格是不是还挺吸引你的呢 所以屏幕前呢 你如果想构计一台新能源的 这种代步小车的话 我觉得从这几方面看呢 奔奔eStar这款小车呢 还是值得你去看一看的 那关于这款车 我们网友们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 跟我们互动起来 那感谢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